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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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什么病毒 李克强不是心脏病了吗 那习近平有没有什么突发情况 他可能也走了 他走了之后目前中国官方也没有公布继任者是谁 甚至都没有人敢讨论这个习近平如果发生不测货 或者习近平下来谁上 您认为习近平有人说啊 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来选择 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找一个继任者 他就一直要干到死 我们以美国为例啊 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这个权力的继承 对 体系非常完整 第一是总统 第二是副总统 第三是好像是中业院议长 然后又下来什么什么一系列的名字都可以爬出来 然后每一次国警咨吻都会有一个这个指定性存者 那为什么国警咨吻有的就是因为两党领袖 然后行政 然后军界 那么都在这个国会三藏 如果真的万一出什么事 那就等于这个国家就完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内阁成员 他有资格继承位子 他也许第三十位或者第四位无所谓的 所以哪一次开这个国警咨吻大家对照一下 有一个人他有资格继承 但是他不在 就叫指定性存者 所以专门有这种电视剧 韩国也拍过 就以韩国为背景 美国就更拍过了 就有个人他已经本来就不行了 要贬值了 然后突然整个头一看整个国会没了 然后就成为了这个权力的继承者 那民主社会普遍特征都有这一点 就是说有一个合法的一个权力继承的次数 所以大家呢就是说 这个知道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权力的完全的真空 那中国和其他的一些黄泉国家里面就比较难 比如说黄帝要死了 他到底是给他女儿啊 还是给他儿子 是给长子还是给哪个子 所以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争论 所以观点很多这种游戏啊故事啊 这种小说啊 九死多蹄啊 各种东西 中外啊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中国有没有呢 没人知道 因为他从来没说过 对吧 关键是之前 大家认为隔代指江山指的那些人都被习近平干的 对 那么老毛 老毛死的时候就直接指定了这个华国锋 过一段时间被政变了 那郑小平的时候呢 他设计了一套隔代指班的这种机制 这种机制在当时候可能有一点聪明的程度 天才 对吧 把大家都套在一起 但实际上呢 造成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权力的拥有者和他下一个继承堂的权力的人 可能是两股人嘛 对 跟自己可能不对付 或者是认为不对付 本来就是斗争关系 或者是本来就是 至少不是一起的人嘛 你像这个江泽民在台上的时候 他下来以后是胡锦涛嘛 那胡锦涛不是指定的 他就有一点不想交给胡锦涛 胡锦涛那么老实 他也不想交给他 所以这种接班的体制是有基本上的问题 有基本上的问题 所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不安全的国家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说你的这个权力 权力不安全 你权力自属在哪个地方 之前大家说指定接班人 那是隔代接班人 那就大家知道嘛 或者已经在政治局了 或者在政治局的常委 在年轻的那位往往就是这一帮人 有猜测的空间 对 有猜测的空间 现在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大家别争取 你像江泽民到了 后期他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因为江泽民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原来还没有死掉 他是小媳妇 原来都死掉了 就是媳妇熬成婆了 熬成婆了 结果呢他开始比较爽了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觉得 你快晚了 你要下台了 胡锦涛要来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 抱这个胡锦涛的大台 那对于他施政来讲 这会有 有问题 所以他对胡锦涛的时候 他支持度不是那么高 但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的支持度比较高 因为他认为他跟习比较近 或者是比较亲近 这就是惨 但是呢 习之后是谁 这是中国现在当今最大的名 也是呢 为了最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也是习近平在任的时候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国家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权力继承 为什么大家对习近平有意见 就是你这个任期没有了 你没有任期的话 等于你一时可以搞下去 那你再聊 难道哪一天你的心智都没有了 你还要有这个权力 那不是麻烦吗 对不对 然后就各方人物 利于你的名义去搞鬼吗 对吧 下天子以令主好吗 可以这么搞吗 所以这是个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在十八到十几代以后 我说只有两个问题 第一 习近平的身体问题 能够熬多久 第二 习近平要完成权力的终止 就是权力最终有一个游戏规则 把权力交给谁 对吧 我认为习近平在最后面 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式 还没有确定最好的方式 但是 是他认为最艰难的一个问题 他必须解决这个东西 不解决这个东西 跟原来的皇朝 就没什么差别了 必须要建立一个权力交关秩序 这是几年前我一直来讲这个东西 但是没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因为内部没有权力的系统呢 我在周六八点的时候 我跟这些网友学面聊天的时候 我是认为是有的 我认为是有的 但是这个东西在哪个地方 是藏在这个房子的顶上哪个地方 对吧 藏在地下哪个地方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因为有些东西他们内部公布出来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像 1989年的时候 这个 赵紫阳就跟各位办法说 我们党内有一个决定 对吧 重大的事情 还是去请示这个小平同志 那么等于告诉大家 郑小平是权力听证吗 对吧 那就说明 郑小平在党内有一个合法的地位 就是说 内部说 有什么事情 他最后拍板 绝对权力 绝对权力 就拍板 所以我的意思还不是说 郑小平拍板不拍板的问题 或者是赵紫阳怎么目的的问题 而在秘密协定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他不讲我们就不知道 那现在党内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秘密的东西 我是纯向于有 因为我那时候太开玩笑了 对不对 皇帝不想把权威寄给这个皇子或者建的什么东西 但是他脑子里面或者跟进城都会讲 会暗示 他会有这个设计 他会有这个错步的设计 那中国现在国家这么大 不可能完全是因为习近平的面子这些事情去不讨论 习本人也会讨论这个东西 这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安全 最基本的安全 因为你不能说是习近平 王建平 李建平都有可能会出杀 对吧 所以我比较纯向于有这个东西 就是他会把这个讨论的范围缩小 缩小到一个他认为是最安全的 完全可控的 那之前啊 你就有过评论说 说习近平如果把这个继承人这个事按在这 一直不说 党内呢也不让大家公开的来讨论 甚至任何有苗头 大家觉得可能是继承的这个人 没过多久 习近平就把他干掉了 那之后极有可能就是习近平现在提拉起来的 和他的这几个派系之间啊 相互的斗 相互的来决定 一旦习近平他们 因为跟习近平很近嘛 发现习近平可能这个不久已了 浙江帮啊 福建帮啊 几个派系就开始斗起来了 您认为可不可能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个 情况 就他的几个嫡系当中来斗 我觉得中共的这个体制啊 它是真的是 习近平有一个词 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吧 这个词我是很早很早已经 就用过 大概是1990年 我开始用 我不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叫中共命运共同体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六四开枪之后 你们这些共产党的人 内部都有不同意见 这个人又是同情学生一点 那个人可能同情赵紫阳一点 还有些人是反对赵紫阳一点 各种派系在当时都有不同的情绪 但是这帮人 我认为最终它会稳定局面的一个理由就是 我认为他们是命运共同体 他们都在一条船上 一条船上 这个舖船嘛 就那么小 人就这么多 谁瞎闹 船就翻掉了 所以我当时提出叫命运共同体 1990年 我就提出这么一个概念 这种概念就确定了 我认为六四之后他们会稳定 稳定 因为你经不起搞了 经不起搞了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现在我就认为更加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跟很多的朋友的 这个完全不同的意见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跟老毛和郑小平那个时候还不一样 郑小平时候那个还是一也二也三也四也的这个势力存在 还有什么北区党啊 什么洪区党啊 还有东北帮啊 还有这个上海帮啊 有秘书帮啊 有红二代啊 有太子党啊 有共产团啊 各种各种势力 虽然不是那么明显的是合法势力 但是它隐隐于约都是存在的 存在的 但是现在 没有可能性 因为现在是经过江泽民时期 尤其是胡锦涛时期 现在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时候 把所有的可以形成派系的 全部给你毁掉了 全部毁掉 这些人就是没有真正的权威 有名气很大 但是实际上 既没有军队 也没有实际的权力 这个权力就来自于这个组织体系 而这些美国人在这个组织体系里面 都是既得利益者 这是多或少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不会翻船 现在虽然船很大了 但是问题是 每个人在船上都是一个单一的力量 而不是一个 我有一个维修班 我们就可以独立革命 对吧 或者我是这个厨房班 我就可以给大家下毒药 那不太可能 都格子 也不叫格子 牵制 就是说每个人在里面都是一个螺丝钉 这就是中共的这个体制的基本特征 所以万一出问题 中国没有地方格局一硕 想到便想 第二 不会有真正的兵变 因为没有什么将军可以搞兵变 一个连长都没有这个胆 他也没有这个力量 纷纷地把它灭掉了 他根本不是说可以引兵自重 中不了 什么将军呢 你看 郭北雄 徐彩浩 现在李尚福 还有黄鸿飞 还有张扬 对吧 你去想想 涉及这么多的高级将军 没有141号的动 我当年就是说 中国的兵变只有一点可能性 哪个神经病的士兵 他只是 他这个枪子里面有子弹 他乱打一枪 有可能的 对吧 偶尔有几发子弹 但是 要搞兵变 多么可 没有可能 中国不会有兵变 中国也没有地方搁置 那各路的人 对习近平反感 对中共反感的人多不多呢 可以说是很多 但是面对的警察 面对的军队 这些人毫无力量 毫无力量 所以中国会继续按照他原来的秩序 经过混乱是可能的 然后就走向了正常的秩序 对 所以我不认为 习近平也好 李建平也好 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 中国就四方五零 这种看法我完全不同意 没有基础 所以现在中国情况来说 就是说白了很简单的一点 就是民分归民分 民分可能会越来越大 但是中共的官方的控制能力会越来越强 对 他所谓控制强制 大家都是这个体制里面的一个既得利益者 对 大家的权力都来自于这个体制本身 你一看这个体制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对啊 你哪里感觉冒险呢 你什么 中国现在搞分裂 你以为是以前的湖南 你以为是以前的四川啊 对不对 就船垮了 所有人都掉海里了 对 现在是不是小船 跟八九年不一样 九年年不一样 现在是大船 但是你在整个大船里面算一个 一个小螺丝钉 没错 一个船板 对 不要说你是省长省委书记 没办法搞地方格局 什么军长啊 什么司令员啊 都没这个权力 拉掉你是纷纷争的事情 没错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 谢谢